又到了山海七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七象主播老外 嗨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七象在您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七象的时间 今天东半部地区跟我们的南部地区的天气 真的很极端的不同 我们先来说说台东地区 今天真的是扎扎实实高温 炎热的天气不仅紫外线强 来到危险的等级 最高指数还标出到了14 在户外稍微待久一点的话 没有防晒就容易晒伤 而今天的温度最高温的地方 就是暑假一开始 大家一无风跑来看热气球的 台东的路野地区 高温是来到了38.1度 气象局也一度针对了这个滑东地区 发布了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 而南边的这个南高平地区 天气就截然不同了 刚刚我们也提到 就是今天屏东地区的雨量 下得是非常的猛 我们就从雨量累积图上 一起来看看今天雨区 是其中在我们哪些地方 从这张图可以清楚看到 今天的雨区就集中在了 这个南高平地区 其中在屏东的马家乡一带 一个小时的食欲量 是一度下到了42毫米 但还好随着时间 现在是趋缓下来了 虽然雨是趋缓下来 但是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族人朋友 外出的话就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至于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我们就再从下一张的卫星迎图 一起来看看明后几天的天气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一大片的封面云系 是从华南地区一直延伸到 日本跟韩国一带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部地区的云系 是显得非常的厚实 同时加上西南风的影响 预估南部地区的雨 到了明天还是会继续下 而我们预估一直要等到 星期五的时候 这样下雨的情形 会随着西南风减弱的关系 才会减缓下来 而其他的地方到了明天 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只不过在山区的部落 中午过后就请留意一下 这个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白天不下雨的时候 外出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因为紫外线的强度 依旧是很强的 而关系完了天气上的资讯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从西海上的地面 天气图一起来看看 冲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北方是封面的位置 到了明天的时候 会再比今天稍微地向北 来抬升一些 另外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依旧存在 而我们的风向是吹西南风的一个风向 所以温度上跟今天相比 是很类似的 明天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态 另外也要再次提醒我们花东 重谷跟南回地区的民众 就是这几天要多防备 焚风的现象发生 特别是来到花东地区旅游的民众 就适时地补充水分 而农民朋友对于住屋上的照顾 也要多费心了 至于部落里头跟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奇效 首先来到亚美达乌族人的蓝雨 温度是落在26到31度之间多云的天气 台东的南回地区 最高温是冲到了36度多云的天气 台东市区一带以及延平地区 高温有33度 而在重谷地区最低温 降到4度高温是来到34度 降雨期会最高有8成 海岸线的部分高温是来到了35度 而在花莲的南区高海拔的卓西 最低温是3度 但是高温是来到了34度 花莲中去一带 最低温降到19度 高温是来到34度 注意霍雷震雨的情形 花莲市去一带 高温是来到了33度 降雨期会最高有6成 秀林跟星辰 温度是落在21到32度之间 来到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温降到20度 高温是来到33度 卢盖白湾住人居多的屏东 狮子牡丹跟满洲高温 是来到了30度 降雨期会最高有8成 泰武来一根春日 最高温是来到了31度 而在乌台三地门跟马甲高温 是来到31度 降雨期会最高17成 高雄的三个原乡地区 最低温降到13度 高温是有30度 加以达里山 最低温12度 高温是来到27度 南澳的人爱 渔至水里还有新翼 高温是有30度 台中的和平地区 最低温17度 高温是有30度 苗栗的南庄 湿潭跟台湾高温 32度 降雨期会最高有6成 新竹的关系 兼15风 高温是来到32度 回到北部地区 乌来根复兴 温度是落在20到32度之间 南高平地区的民众 今明两天外出 还是要记得西带雨具 对于瞬间性的 这种降雨部落族人 就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而这几天在海边 举办海记的台东市区的 阿美族人 提醒您 这几天容易会有 长浪的发生 而今天的晚间 风势也会稍微的增强一些 预估最大针锋 会有10级进行海上活动的话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Sai Goodru Sanayayam Buddele Namu